透過衛星來看 結構扎實的康瑞颱風 已經明顯開眼 步步進逼台灣 目前預估靠近時 會達到中台上限 更不排除發展成強台 氣象署在今天的下午5點30分 針對康瑞颱風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康瑞加速移動 邊跑邊增強 暴風半徑持續長胖到300公里 預估在週三下午 走到菲律賓近海 外圍環流接近 開始風雨有感 週四白天最接近 臺灣陸地 週五清晨通過臺灣上空 也就是週四一整天 到週五清晨 這兩個時間點風雨最猛烈 目前康瑞登陸點 持續往南修 預估在臺東登陸 路徑走向不同 影響程度也有差 若是直接登陸穿星臺 東部地區會先迎接風牆宇宙 但颱風會經過中央山脈 大肆破壞 威力會減退 但若是擦過臺灣南敦後 進入臺灣海峽 對南部威脅會更加嚴重 一個是太平洋 高壓的強度 是不是足夠強勢 可以繼續把這個颱風 由東往西 透過北方朝鮮 有機會把康瑞颱風 由南往北 稍微增加一點向北的分量 康瑞暴風圈 預估夾帶驚人雨量 外圍環流影響 周三桃園北北基以來 會有局部豪雨 晚上開始花冬和恆春 雨量達到豪雨等級 周四到周五清晨 幾乎快整個臺灣雨量子曝 尤其東半部 可能出現大豪雨 或超大豪雨 北中南部山區 也都有豪雨侵襲 以防淹水成災 勢必得提前部署 防臺作業 三星英文 留意科普生台北層不動